印光大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我们平常修福报 最好能够回向 愿我临终无障碍 这个对我们净土宗太重要了 善终 凭什么善终是五福 净土宗里面最重要的 印光大师说 你平常福报要省着花 原有本事买一百块的钢笔 你买六十块就好 四十块干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用 有本事买两百万的房子 你买一百五十万就好 凡是你能够受用的东西 都要稍微克制一下 不要任性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要随自己的感情 尽兴地受用福报 这个对我们很不利 就是 你本来规划要花一百块 那就花六十到八十 刻意地留一些给临终 印光大师说 为什么这个人临终的时候 那么苦恼 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第一个福报博 第二个 他为什么没有人帮他助念 因为他平常没有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有因果的 以印光大师 在临终关怀里面的说法 他说 净土宗人 第一个福报省省花 第二个 平常有人起颠倒的时候 你多给他开示 有人临终的时候要助念 你多帮他助念 以后 你自然就会有人帮你助念 要不然你说 为什么他有福报能善终 他有福报 有人跟他开导 都是修来的吗 对不对 临终的时候 能善终有人开导 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但这个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往生的时候 刚好晚上三点钟 都找不到人 那你自己都没有福报 反之 有些人 他临终的时候 刚好是礼拜天 大家全在 又是十点多 也都睡饱了 一觉个个围过来 他就是有这个福报 所以 人要去修 第一个福报 留一点到临终用 这是印光大师的建议 以他老人家的建议 是说 只能够花六成 留四成 看到衣服 你本来想要买一百块 买六十块就好 每一件事 都保持四成的余地 然后 你回向 愿我临终无障碍 先把它存起来 第二个 有人有问题的时候 你尽量帮助别人 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等你障碍现前时 自然有人 在身边伸出援手 这平常就都要 往这个方向去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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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